南道官 除了地亚普兰会以外 另外一项重要的三业官公信会 吵卡节 今年提早到六月基邦官府基邦外党参团记者会 宣布今年吵卡节的中位六月设备正式开始 为期九天几月十大两点 五大主帝 十五的主帝区 参加业者含农民十九一百块经规模美翁年挂大 欢迎全国民众 情报 保理 郭幸运传区 参加一顶信会 南投桥卡 Let's play 管长口俗话和多个贵宾 共同主持客董理室 今年都南投桥卡节 将在六月设备 在保理顶博幸运传区政策基盤 今年桥卡节 邀请到出新保理的創作者 这种主题压屁到外区 一连串政策外团 将充满处备 在地参加 人闻和家闻企业 活动总共有九天的时间 有把去年的大家非常喜爱的 千人来手冲咖啡的活动 包括呢 还有一起来做这个 各式各样的DIY 那透过呢 这种亲子互动的关系 让大家了解 南投县我们重要的产业就是巧克力跟咖啡 晚上还有一人的活动的表演 那当然呢 还有很多 都是我们在地各式各样的巧克力跟我们的咖啡 也在推出了巧克力大餐的活动 那这个呢 我们一天只有48份 今年的小卡节不一样 我们希望打造是一个夏日派对 然后乐园级的这样的一个 嘉年华的系列的活动 那今年我们总共规划了有 这个十大亮点 那五大区域里面有15个主题区 希望的塑造的是一个 全国级的 甚至未来是一个国际级的 一个巧克力的一个盛会 那我们国性香的咖啡 其实在全国来讲 应该是种植最多的乡镇 不管是种植上的技术 以及烘焙上的技术 都一直在提升 那也曾经拿过 拿过全国的第一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 有这么好的品质的咖啡 可以扬明国际 那非常感谢许淑华县长的用心 南投县不只是种植面积大 在国际的各种咖啡的评比呢 我们已经是 居于亚洲的这个领先的地位了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呢 能够不只是在国内的市场 包括呢 这个全世界 然后结合我们现在在地 在狐狸啊 还有包括我们仁爱 包括国姓 鱼屎等等的 我们在地的景点 我们把它串联起来 有我们在地的饮食的文化 还有我们在地的景点 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巧克力跟咖啡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美女 广州科修华显童调制巧克力咖啡雕酒 展现今年巧克力 更加多元的风景 广府进一波和南投县烹饪工会 要参与咖啡价合作 也第一次推出融合巧克力跟咖啡的美食 增加巧克力的特色 南投县政府欢迎全国UK 当着来到南投保里 提供巧克力的特色和风景 提供欧交信 彩虹不得